台中市警方推出了打诈仪标板是精准统计各类型的诈骗案件跟金额 在今年113年截至10月为止 光是在台中市总诈骗金额就来到了25000多件 财损有超过128亿 其中又以假投资的诈骗类型是最多的 而如果在行政区来区分的话 诈骗财损最高的前三名地区分别是在北团、西团跟南团 警方也期盼高市的民众可以一起来提防诈骗集团 立抗他们 还有在彰化又有富人碰上了投资诈骗 联手警方约车手面交370万元的现金 而在一旁埋伏的远警当场将人给逮捕 同时也会持续追查背后的集团 在签了在签了在签东西了 实际成熟埋伏一旁的远警一涌而上 将车内诈骗车手当场逮捕 尽管男子拿的员工政变称真的是投资专员 但园警掌握证据最正确凑 当场将他逮捕 成功守住富人辛苦积蓄370万 除了彰化 台中市警方为了打击诈骗集团 特别设立打诈仪表板 及时公布诠释相关诈骗事件和金额 并分析诈骗手法 APP上所看到获利的数字 其实是这些诈骗集团在幕后所操作的 到最后想获利了结的时候才发现是到诈骗 根据统计 111年1月到10月 包含假投资 网路购物 假买家 骗卖家 中奖通知 还有假交友 总共有25409件诈骗案 财损超过128亿976万 如果以行政区统计 前三名分别是北屯区16亿 西屯区12亿 南屯区10亿 让当地居民惊呼 难道是我最好骗 台中市警局期盼 透过相关打诈资讯透明化 同时提高市民防诈意识 与警方一同立抗诈骗集团 打击诈骗 守护抬动 警局从我弄先 台出摸动